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14号星期三 亚洲时间是7月15号星期四 美国副国务卿选曼下周将到访大陆 与中共副外长谢峰在天津进行会谈 讨论两国外交首长见面的可能性 《南华早报》14号报道认为 这是在为拜习峰会铺路 14号深夜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规模4.8地震 震源深度15公里 属极浅地震 都江燕有强烈的震感 成都 德阳和乐山也有明显摇晃 四川律师卢思卫因为代理12港人案等多起敏感案件 今年1月起被四川司法厅吊销了律师执照 卢思卫7月13号到成都市青阳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期间被法警压制和抢手机 法院不立案 7月14号距离瑞丽不到30公里的隆川县宣布封城 县内张凤城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所有居民居家隔离 当局目前还没有通报具体的感染人数 印度第一个确诊中共病毒的患者 是一名疫情初期在武汉读医学的21岁女学生 近日这名学生再次被检测出了阳性 西班牙宪法法院14号裁定 去年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实施的封城令违宪 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指出 6名法官认为违宪 5人反对 截至到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50万5055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8857万5886人 死亡总数是406万5283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五野联盟等11个国家 开始了为期18天的联合军演 而被剑锋直指的中共则是派出了电子侦察船 前往临近海域进行监测 最有意思的是 与中共有战略伙伴关系的韩国 也派出了舰船参加了11国的军演 巴基斯坦发生了汽车爆炸 中方至少9人遇难 28人受伤 多方判断可能是一起针对中共的袭击 我本人遭到了大陆人的威胁 并且这个大陆人要举报我 我想对这位朋友 以及跟其他有类似的一些人说一些话 千万不要去举报 不是我害怕 是为你们好 从今天开始 美澳两国主办两年一度的护卫军刀 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开始登场 今年的演习有11个国家参加 创下了历年制作 澳洲媒体报道说 这次为期18天的联合军演 在昆士兰及澳洲的东海岸附近举行 军事演习的内容包括 在昆士兰州海岸进行的登陆训练以及扶小突袭的陆上战斗训练等等 护卫军刀联合军演这是美澳军队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从2005年开始已经先后举办过8次 上一次是2019年当时有8个国家参加 这次的联合军演参与的国家是大幅增加 除了主办方美澳两国之外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韩国和新西兰五国也参加了演习 也就是说五眼联盟之外 日本和韩国也投入了兵力 另外 欧盟两大主要力量国 法国与德国 以及印度和印尼派出了观察员前来观摩 总计是有11个国家 大约17000兵力参与了这次大规模的演习 这次演习11国的见风指向相相当明确 这一点中共自然也是十分清楚 澳洲人报引述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证实 中共海军在上周五就已经向昆士兰海域 派出了一艘电子侦察船天王星号 目前正在监视护卫军刀的演习 其实这就是作责心虚 心里不踏实 但是中共的监视也没有用 因为所有参与军事演习的国家 几乎都对中共有敌意 换句话说 这11个国家对中共都是见风所指 都是在对中共传递强硬的信息 咱们分开说说这些国家的情况 先说五眼联盟 美国与中共的敌对态度那是显而易见的了 几乎每天都有升级动作 现在美国对中共的强硬也几乎是成了美国的政治正确 而且像离仙剑一样保持着前冲的态势 昨天拜登政府提名的海军部长戴杜罗 他向参院军事委员会承诺 如果通过他的提名 他将专门专注中共的威胁 戴杜罗表示 如果获得通过 会专门专注推进美国的海上战略 以保护台湾和美国在印太战区的所有关利益 他特别表示 以所有可能的方式 保卫台湾至关重要 在这次护卫军刀军演的同时 美国 英国与荷兰 这三个国家的海军在亚丁湾 也在进行联合军演 美军派出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硫磺岛号两栖带命支队 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 还有荷兰的埃夫特森护卫舰 同时操演全方位的海战行动 这三国海军是希望通过水面 空中和水下演习 希望强化军事的合作能力 美军西门稿中指出 船员们的精准机动 展现了西方国家作战战术的 无缝接轨 还有一个打脸中共的事 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 船行西沙群岛海域 执行航行自由任务 现在可能仍然是在西沙海域 有中共官方背景的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表示 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 本福德号仍然在西沙附近海域 13号的上午10点多 本福德号还在西沙海域游异 而中共军方在前天声称 海空兵跟踪监视本福德号 同时又驱离了这艘驱逐舰 用战狼赵立坚的话说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中共说驱离了美国军舰 除了军事方面的动作 美国在科技领域 针对中共的打击动作 也是环环相扣 昨天为了加强出口管制 拜登政府提名前五角大楼官员 埃伦·埃斯特威兹 主长商务部工业级安全事务次长 这个职务 这是美中科技战的关键职位之一 如果在参议院顺利过关的话 那么拜登政府可能将增加一名鹰派人物 因为在参议院 鹰派议员将会毫不留情地 迫使提名人做出强硬表态 否则很难过关 同一天 美国政府牵头召开了一次数字峰会 十多个民主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承诺 将以协同一致的方式 确保在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当中 让民主力量走在中共威权的模式前面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将带头抗击网络空间的各种威胁 他说确保美国公司不意外助长 中共或其他国家的专制行为 谷歌全CEO埃里克施米特表示 必须正视中共的威胁 需要建立一个领先中共的体系 在硬件方面领先中国至少两代 这次去年的另一个主办国澳大利亚 最近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僵 自从去年4月因为中共病毒疫情扩大 莫里森政府就呼吁国际社会 独立调查病毒源头 澳洲政府的这个动作 令中共是相当气恼 随其中澳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中共禁止了很多的澳洲商品的进口 赤裸裸的对澳洲进行威胁施压 但是莫里森政府并不畏惧中共 强硬以对 先是与美国 日本和印度 组建了四方安全对话 加强国际合作 扩大牵制中共的框架 而这次护卫军刀大规模联合演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澳洲更加重视与美国等同盟国的合作 以表达对中共的强硬态度 日本媒体指出 护卫军刀军演的主轴 在牵制中共 独卖新闻在报道中表示 澳大利亚希望加强多方同盟合作 在印太地区 针对中共加强安全维护动作 展现自身的存在感 文章指出 这次的军演明显就是剑制中共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接掌 相同的价值观是两国如同一个国家一样 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国家安全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所以澳大利亚的动作几乎都会得到新西兰的支持 而且新西兰也是五眼联盟的成员 所以参加澳大利亚与美国主办的 护卫军刀联合军演 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正如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尼克森指出 这次的护卫军刀军演 将向中共展示各国团结的军事能力 这次的护卫军刀多国联合演习 英国是派出了海军陆战队 这次的护卫军刀多国联合演习 英国是派出了海军陆战队 日本共同社引述分析表示 英国参加护卫军刀的演习 目的就是要通过在太平洋周边 彰显与盟国的合作 对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共进行制约 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了 英国在参加护卫军刀演习的同时 也正在与美国和荷兰举行三国军演 英国派出的是最尖端的航母打击群 伊丽莎白女王号 希望通过与美国荷兰 在水面 空中和水下的演习 加强军事合作能力 英国参加的两个军演 也都是为了针对中共 加强对中共的制约 就在英军参加联合军演的同时 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的处长 麦克勒姆针对中共与俄罗斯的间谍威胁 在总部发表了讲话 军情五处事先向美国之音提供的讲稿中显示 麦克勒姆把中俄间谍的威胁 比作像恐怖主义一样 他说英国必须要像多年来 对付恐怖主义那样 建立公众对外国威胁的了解 麦克勒姆指出 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 一万种外国间谍 试图操纵英国普通人的伪装方法 中俄正在寻求偷窃商业敏感信息和知识产权 并干预英国国内政治插播虚假讯息 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 自从发生了孟晚舟事件 中共就对加拿大实施了各种报复行动 特别是本月3日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嘲讽漫画 公开侮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最近加拿大创新科学 即工业部公布了一项新政策 申请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研究议会资助 必须通过国安风险评估 这项新政令显然也是在针对中共 自由时报指出 提防中共就像是防贼 其实五眼联盟本身 彼此就是利益共享风险军单 所以这几个国家参加护卫军刀的演习 并不意外 法国 德国 印度和印尼派出观察员来观摩 也很正常 日本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护卫军刀的演习了 特别是最近日本与中共之间的关系 崩得也是越来越紧 日本的情况 昨天节目中已经谈过了 这里就不带赘述 只提一点 日本政府昨天推出了防卫白皮处之后 中共在今天就派出了四艘海警船 驶入到钓鱼岛争议海域 所以可以想见中共的动作只会促使日本对中共更强硬 令人意外的是 韩国这次也参加了军事演习 这是韩国第一次参加护卫军刀的演习 派出了一艘4400吨级的驱逐舰 网舰的号和一架直升机 还有240多名士兵 说韩国参加护卫军刀演习令人意外 是因为中韩之间有一种关系 就是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关系 此前韩国曾经多次拒绝美国类似的要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 美国曾提议组建四国反共联盟 这个提议被文在寅政府拒绝了 特别是西方在关于香港和新疆问题上 对北京施压的时候 文在寅政府都表示不赞同 但是这次的护卫军刀 韩国却派人参加了 6月28日朝鲜日报 询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傅盛灿 说参加护卫军刀演习 是不是为了牵制中共 傅盛灿表示 不是为了针对某个特定国家 是为了提高联合作战的执行能力 但是报道引述韩国政府和军队内外的观点认为 这是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以达到牵制中共的目的 辽宁社科院韩朝研究中心主任吕超认为 傅盛灿的说法站不住脚 他对俄罗斯通讯社说 虽然韩方声称军演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无论如何 类似的军演都是剑指中共 既然是剑指中共 文在寅政府也应该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韩国军队为什么还派员参加呢 是文在寅政府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了吗 目前不清楚文在寅的真实想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的确是需要注意 按照韩国宪法规定 文在寅在明年的5月将叫卸任 不能连任 目前的多位候选人当中 民调显示有两个人是最有希望对决的 一个是隶属执政党的经济道知事李在明 另一个是反对派最有力的候选人 前检察总长尹熙悦 不过韩联社在今天引述最新民调数字显示 李在明的支持度高达43.9% 比尹熙悦高出7.9个百分点 在其他的民调结果当中 李在明也是以8%左右的差距稳定领先 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李在明的立场相当鲜明 既恶如仇 绝不向恶势力妥协 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有韩版川普的称号 那是不是文在寅注意到了 李在明的选举气势和民众的拥戴 对自己亲共的做法做了一些反思呢 不管是不是 这次韩国参加护卫军刀的演习 都格外的引人注目 其实文在寅真的反思自己的亲共做法 我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们都是从善如流 远离邪恶 今天上午 巴基斯坦一辆载有30多名工程师的巴士 发生了爆炸 随后这个巴士坠落山谷 目前消息显示 至少已经造成13人死亡 其中9人是中国的工程师 另外还有28名中国籍的人士受伤 当地官员表示 这些中国公民乘坐出勤搬车 准备前往巴基斯坦东北部山区 达塑水电站的施工现场去工作 爆炸导致大巴偏离了公路 坠下下面的山谷 路透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表示 除了已知死亡的13人之外 还有至少28名中国人士受伤 其中大约是12人伤势严重 目前这些伤者 已经被直升机送到了医院去治疗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 这起爆炸事件 是因为汽车机械故障 导致气体泄漏 从而引发爆炸 不过中共似乎并不接受这种解释 中共驻巴基斯坦使馆 随后在声明中表示 对事件强烈谴责 同时提醒当地的公民 企业和项目 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 加强项目人员安全 要求非必要不外出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对事件表示震惊和谴责 同时要求巴基斯坦尽快彻查真相 缉拿凶手予以言成 切实保护中方人员和项目安全 很显然巴基斯坦与中共的说法 有着很大的差异 巴基斯坦是强调爆炸可能是机械故障引发的 但是中共方面认为 爆炸是攻击 要求严惩凶手 并且要求巴基斯坦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中方人员的安全 前面提到的那位巴基斯坦匿名高官表示 目前不清楚是从路边的外部攻击 还是车内本身就安装炸弹 但是他说警方坦言 看起来像是蓄意破坏 自由时报引述报道指出 爆炸事件是针对罢势而来 如果是向警方说的 这是一起蓄意破坏 如果这起爆炸是针对巴士而来 那我们就要想一想 为什么针对巴士进行蓄意破坏 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攻击呢 中共使馆在声明中表示 爆炸车辆是中方承建的 达苏水电站专案的出勤班车 车上乘坐着30多名中国工程师 那这是否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判断 这次爆炸袭击 是不是针对这些中国的工程师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达苏水坝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 也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旗舰项目 打通这个经济走廊之后 从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可以直达印度洋 是中共眼中重要的战略要地 关于中共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 我们谈过几次了 虽然中共在巴基斯坦投资数百亿美元 声称会给巴基斯坦带来繁荣和经济利益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债务陷阱 而且中共只跟当地政府的官员打交道 滋养了严重的腐败 大把的钞票流进了当地官员的腰包 而老百姓并没有受益 中共利用一带一路疯狂地掠夺了当地的大量资源 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是越来越艰难 所以中共的一带一路 在巴基斯坦时遭到了广泛的抗议 今年4月21号 巴基斯坦比鲁支省首府奎达市 也发生过一起爆炸案 造成了5人死亡12人受伤 当时住在这家饭店的中共大使奴隆 是因为外出减了条命 那起事件显然也是冲着中共官员去的 那么这起爆炸事件 会不会也是针对中方人员呢 我认为可能性很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的工程师们遇难就非常的圆了 他们的遇难 很可能是当地激进组织对中共的报复 可是这些人成了中共的牺牲品 我以前提醒过大家多次 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灾难 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不管大家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都希望您记住 因为现在是天灭中共的时候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展示 真实中国真华活动的作品 带给大家第一幅绘画作品的 是一位新加坡的朋友 画作的名字叫《大国崛起》 网友表示 这是在别人作品之上进行的二次创作 这个画面上是一条船 当然是在沉没的船 上面写着 世界人类共同体号 船的一端已经沉入到水中了 另一端被撬了起来 看样子离沉没已经不远了 船上的人都在纷纷逃命 有的是觉醒者 也就是明白真相 知道大船要沉没的人 有的是叛逃者 知道世界人类共同体是个骗人的东西 想赶紧跳船逃生 但是在大船撬出水面的这一端 船上有一只小熊似乎还在做梦 他说 别担心 自从我们开始下沉以来 我实际上是一直在向上移动 这个小熊的胸前 有一个中共的镰刀斧头标志 网友的文字中表示 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在一步步下沉 而中共领导人却盲目乐观 以为东升西降 感觉自己这一端在步步高升 这幅画所表达的意思相当清楚 正是中共狂妄自大挑战整个世界的真实写照 带给大家的第二幅画作是一位到美国时间不长的朋友创作的 是一幅剪纸作品 黑色的背景前面 有一个人在一针一针的缝自己的嘴 这个人的惊恐眼神当中 他是看到了有人在威胁他 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副手铐 在冲他暗示着什么 网友表示 这幅剪纸是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开始构思的 到美国的第一个月 这位朋友是住在洛杉矶的一个昏暗的家庭旅馆当中 一边导着时差 他一边在回想着自己在中国大陆挣扎求活的日子 就在他创作这幅剪纸的时候 跟他同住在一个屋的一个人 皱着眉头就问他 说你整这东西你要干什么 网友在文字中说 来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之地 中共的威胁依旧存在 这种在美国维护中共的人 依然还是很猖狂 说到这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 今天凌晨两点多 一位大陆人给我连续发了两封邮件 其中义正词言 他用了这个词 义正词言的警告我 污蔑诅咒中国共产党的行为 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要求我立刻停止对中共的污蔑 并且还声称我已报警 看了这两封邮件 我当时就笑了 我没有污蔑 也没有诅咒中共 因为中共不值得我这么做 中共所做的那些坏事 都有神会跟他算账的 天灭中共可不是我说的 种种事实都在说明这个问题 我只是陈述一下事实 然后劝人向善 但是即使这样 这位大陆的网民还说 把我给报警了 我是劝你真的别去报警 我倒不是害怕 我是为您的安全着想 我在美国享受着言论自由 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可以指责美国共和党 也可以批评美国的民主党 甚至可以对美国的总统 美国国会议员们指指点点 这在美国是完全合法的 所以美国警察不可能抓我 我知道 这位朋友说的举报 指的是向中共警察举报我 可是我在美国 中共警察的管辖范围 它就是再宽再远 也不可能到美国把我抓回去 他们要是到美国来 不敢把我怎么样 而且他们想到美国来 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共的党员 包括中共的警察 那入境控制都是很严格的 就是说呢 你向警察举报我 对我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毫无意义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这个应该值得你警醒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 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爱国青年刘思彤 到派出所举报 台湾涉图日记这件事 就发生在上个月 时间并不远 北京的刘思彤 到派出所举报台湾的YouTuber 涉图日记 说他是涉嫌宣扬台独 结果这个刘思彤被派出所 以翻墙为名 罚款3000元人民币 这个故事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 刘思彤本人把检举过程的录音 放到了网上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去听听他怎么说的 我的这些视频本来就是公开的 全世界的人只要想看可以随意看 只有中国大陆 想看我的视频必须要经过翻墙才行 但是中共不允许人们翻墙 在中共那里翻墙看外网是犯法的 那么你现在举报我是不是等于告诉警察 你在翻墙看外网啊 会不会给你自己找来麻烦呢 如果警方罚你3000 这合得着吗 所以我真的劝你不要去举报 这对你真的非常不好 也许呢 如果仅仅是罚点钱的问题 这倒还没有太大问题 就怕还有咱们不可预知的麻烦找上你 总之一句话 别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谢谢这两位朋友的精彩画作吧 刚才查了这么一点事 这两位朋友的画作在不同层面 向我们呈现了真实的中国 我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救人的同时 也是在用画笔记录下历史 非常有意义 只要大家不断的投稿支持我们 我们这个板块就会一直进行下去 大家的作品可以寄送到我们的爆料邮箱 xwkd2017atgmail.com 我在节目中会进行展示您的作品 然后上传到优乐客网站 大家如果想看以前的作品 也可以到优乐客网站去观赏 为您喜欢的作品去点赞 另外大家在投稿的时候 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画作内容 因为我们发现 有一些作品画的确实是很好 可是其中一些创作元素 我们不能准确的把握您的用意 所以需要大家做一些说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您的作品所表达的意思 还有就是如果您的作品 是在别人的作品之上进行了二次创作 就像今天这位新加坡朋友的作品 像这样的情况请一并说明 原作出处 这样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 也避免我们出现侵犯版权的问题 中共在2014年成立了网信办 要加强网络监督 最近习近平又给网信办 下到了三个新的任务 在今天的红潮看点 就跟大家聊聊 中共网信办这三个新任务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同时尽可能帮我们把这个频道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声音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